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年再次出轨 妻子 是你逼我的 走过多年的婚姻早已没有了甜蜜的浪漫 取而代之的是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 夫妻之间自然会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 于是争吵与冷战就成了一道家常便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夫妻之间的感情再逐渐淡化 缺少了对方的关心与呵护 难免会在婚外生活中寻找一种想要的精神寄托 都说女人出轨走心 但在婚外情中大多数女人都不舍抛弃自己的家庭 即使被发现后也会有百般理由与借口为自己开脱和辩白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也许会获取丈夫的原谅 可是出轨的女人有几分真心想要回归家庭 又有多少女人想在家庭与婚外之间不断游离 女人出轨后想要回归家庭 真正能被丈夫原谅吗? 出轨的女人会真心悔过吗? 49岁的郑女士出轨 被丈夫发现后口口声声真心悔过 没想到不到半年时间 她又一次背离了家庭 郑大姐呼诉着说道这一切都是被丈夫毙的 自述人 郑女士 和丈夫结婚二十多年来 日子过得出奇平淡不说 争吵也是越来越多 早就没有了她追我那时候的浪漫与包容 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淡漠 甚至有时候她懒得都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话 我和丈夫真正的成了常见面不说话 偶尔遇到关于孩子的事情要和商量时 但带来一句你做主就行 我这就是在这样寡淡无畏的生活中过着每一天 也许大多数夫妻之间都是这种相处模式吧 我不停地在安慰自己 如今只剩下中年的尾巴 等到女儿结婚成家以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着 再也去想其他的追求 可是在我47岁的这一年 一个男人的介入让我平静的内心泛起了波澜 那是在一次闺蜜家孩子结婚的喜宴上认识了一个成熟有魅力的男人 他叫孙明 比我小三岁 听说说出自己的年龄时都有些诧异 他看上去真是太年轻了 不时地给我杯子里添水 当我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后来才知道他是闺蜜老公的朋友 这次的相识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在去闺蜜家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 刚开始的时候也谈不上是朋友 只是简单的认识而已 这天闺蜜约我去他家打牌 没想到孙明也在 玩牌尽兴以后也到了做晚饭的时候 可是这时候外边下起了不小的雨 闺蜜说要开车送我回家 这时候孙明说道 姐 我和你是顺路 还是让我烧你一程吧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他聊天的时候 仔细端详着这个男人 也不知为何对他有如此的好感 通过聊天得知 孙明是做医药原料生意的 怪不得说话办事是如此的周到 原来他是个生意人 送我到家的时候 孙明主动要求添加我的微信 成为微信好友以后 我并没有想着要和他之间有点什么 只是生活中认识的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我们就这样在微信里 偶尔有一句默一句的聊着 相处了大约五个月左右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时候闺蜜半开玩笑的对我说道 静静 你不会是对孙明心里有想法了吧 我只是默默一笑 在那段时间里 只要是打牌 孙明都会接送我回家 在微信里开始对我虚寒问暖 让我多注意休息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得知我的生日后 给我送了一部苹果手机 自这以后 我和孙明有了婚外情 生活中有了孙明的关心 我感觉到充实了许多 从不是很注重打扮开始了化妆 和孙明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内心不再感到孤独与焦躁 他给了丈夫不能给我的浪漫与惊喜 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都是十分小心地清理掉一切 可能引起丈夫疑心的痕迹 真的很担心事情被丈夫发现 我和孙明在婚外情中 享受着快乐与浪漫 我们都没有背离自己家庭的意思 只是在一起相互安慰 与倾诉生活的不满 想着就这样 享受生活也挺好的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次 粗心大意让老公发现了我的婚外情 有一次丈夫在家休息 我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以后 就背着包出门了 这天是孙明答应我去万达买基建衣服 当我挑选好衣服 刚从事衣间出来的时候 丈夫就站在门口死死地盯着我 孙明还在一边说 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就是漂亮 我一个劲得实眼色 孙明就一点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眼见事情已经败露 我只能说孙明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轻轻地跟着老公回到家里后 他逼迫我打开手机密码要查看 以前丈夫从来不看我的手机 这里边可是保存着我和孙明的聊天记录 在事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 是自己背叛了婚姻 隐藏了许久的婚外情彻底 被老公发现了 丈夫歇斯底里的一句 离婚让我顿时犹如晴天霹雳 我只是寻找精神的寄托 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 于是我不断地给丈夫认错 祈求他看在夫妻多年的情分上 耐原谅我这一次 向他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和孙明来往 看我哭成了泪人 丈夫对我说道 要不是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非要让我净身出户不可 警告我说如果再有一次 坚决不会容忍 就是上法院也要和我离婚 回归家庭以后 我还是尽着一个妻子的本分 洗衣做饭干家务 出去的时候也少了许多 可是即使我在表现得积极 做得再多 丈夫对我的态度比以前还要冷漠 以前从不做早饭的我 早早起来给老公准备好早餐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在微信里问他想吃什么 他想回信息给我回一个 不想回的时候索性就不理我 在我没有出轨前 即使他休息天出去跟朋友玩牌 从来不敢深夜回家 现在他经常是半夜才回家 对于丈夫的冷漠我 没有任何理由责备 毕竟是我背叛了婚姻 这也许就是他对我的惩罚 我在尽心紧力地弥补自己的过错 可是这些都被丈夫视而不见 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我深知在他心里再就没有了信任 自己酿的苦果只有自己咽下 可是丈夫对我的不止这些 隔一段时间冷不丁地接我一次上巴 不是吵就是骂 在丈夫的心里我连家里的养的宠物狗都不如 我在这个家里就像空气一般存在 只是扮演着一个妻子的角色而已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丈夫和我分居生活 这过得哪里还是日子呀 这天吃完饭以后 他像往常一样向卧室走去 我教助丈夫问道 让我怎么样做才能消除他心中的不满 他冷冷地给了一句 就这样凑合过着呗 你还要咋低 我实在是再也煎熬不住了 那天晚上又忍不住去添加孙明的微信 向他倾诉着心中一切的委屈 我又一次背叛了丈夫 孙明给予的安慰让我泪如雨下 反正我心里已经想好了 这次的出轨就是坚决不想再和丈夫过下去了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 我就向丈夫摊牌了 历生质问他 你都答应我回归家庭后好好过日子 为何却对我还是如此的冷漠 难道我做得还不够吗 丈夫说道 我当初也想彻底原谅你 可是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眼前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我心里的这道坎始终过不去 我继续问他 难道做一次贼永远都是贼吗 丈夫继续对我说道 当初我想着为了孩子就这样凑合住过下去吧 你以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赎罪 你心里还有委屈 可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应该得到的惩罚 我们的婚姻最终还是结束了 我即使在用心的弥补 也填补不了丈夫心里的伤痛 与其这样在一起痛苦的生活着 还不如彻底的结束 我不是不想好好跟丈夫继续过日子 这一切都是被他逼的 离婚后我跟孙明表明让他离婚娶我 可是孙明却说我们之间不存在感情 只是相互之间寻找需要的慰藉 他不会抛弃相濡以沫的妻子 我尊重他的决定 也许独身就是我最好的生活吧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 吃饭